Hello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新潮民頻道格仔 Santino 郭靖彤在這裡 大眼在這裡 今天就為大家報導北京冬奧的空前盛況 但是西方世界卻看得非常眼紅 已經無所不用其極 進入了這個不能自拔的地步來抹黑北京冬奧 已經完全不顧理居甚至美感 多麼荒唐的說話都說得出 已經變成一個非常可笑的局面 而北京冬奧的成功除了體現了我們中國防病的閉環系統的成功之外 原來世次運動盛事還帶來了國家新興的潮流 年輕人的意識形態 冰雪運動帶來的經濟產業 以及我們中國外交的得利 新潮民就會在這裡為大家一一細說和分析 接下來就要說說我們香港現在的病情非常嚴峻 嚴峻到一個什麼程度呢 嚴峻到我們這兩年間 每天都會見到張竹君醫生 就開記者會去講這個病情的情況 現在張竹君醫生就說到 由即日起就不會再公佈每一宗個案的詳細情況 因為說來都已經是沒有什麼意義了 稍後回來我們就看看香港的病情 究竟有多麼嚴峻 再之外就是在奧運場地以外也發生了一些感人的故事 話說中國女足就在事隔16年之後 再取得這個亞洲杯的冠軍 民鼎亞洲之瘋 但是這個過程一點都來得不易 中國女足在對著實力和技術上 尤其還要在落後的情況 都表現著一個不屈不撓的精神 最後戰勝對手 這份精神簡直感動了我們全國國家 所以女足就在近排成為了全國的關注焦點 現在她有個名字就被譽為鏗槍的玫瑰 究竟女足如何在這條艱難的道路 取得今天亞洲之瘋的成就 我們稍後回來詳細說說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分享 讚好 留言 訂閱 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以及我們的Facebook專頁 接下來我們就要說一下 我們香港現在的疫情是非常嚴峻的 在昨天就再次突破了這個最高的數字 去到六百中就創了我們香港病情以來 最高的紀錄 而在我們出片的今天 是還有機會更加高的數字 而在這個環境這麼惡劣下 醫管局的總行政經理竟然在記者會上面 就說到如果市民在自行的快速測試入面 結果出來是陽性的話 就建議市民乘搭的士或者私家車去到急証室求醫 醫管局的總行政經理說完這番說話之後 就有很多市民覺得不妥 如果是自行快速測試 而得知結果是陽性的話 即是有已經中了招的風險 如果這樣的話 他建議到市民去搭的士去急証室 這就出現問題了 首先急証室就是要處理一些很緊急的醫療狀況 而且急証室的使用率又非常之高 就會大大增加急証室的人流 其次 若然搭的士去 那的士司機怎麼辦 雖然知道的士司機就不同 醫療人員 醫療人員 還說有防護醫、保護醫 專門用來運載中招者的車 也會經過特別的消毒過程 相信很多人如果他快速測試的結果是陽性的話 那你叫的士的時候 你也不會跟的士司機說的 難道你叫的士的時候 說明自己是陽性 要去醫院 都還有人肯載你 所以我一想到這個情況 就肯定是會有很多人 在發現自己的快速測試是陽性之後 就會走到急証室那裡求醫 而中間的過程坐的士 就絕對不會跟司機說的了 司機呢 車員中招的病人 又走去車第二個 那就間接變了一條傳播鏈 而且醫管局總行政經理 就必定是畏高權重 想必他的人工也不少 可能他就不會體驗到 普羅大眾市民 未必個個是有私家車的 所以也不排除有很多的市民 去急証室的過程 就會承搭公共的交通工具 就是說例如巴士 地鐵 甚至乎是專線的小巴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更糟糕了 試想一架巴士 一架地鐵 是有多少乘客 而且不算在巴士地鐵之間 就是走去地鐵站的那段路 在地鐵站的月台 都有可能感染到其他人 那就是增加了 中招者在社區傳播的風險 而且總行政經理還說到 如果市民在快速測試入面 出現了陽性的結果 是需要做多一次的確認 這個確認的福檢 如果有家人或者朋友可以幫忙做的話 就可以繼續在家 如果安排不了 才選擇坐的士或者坐私家車 便去到急証室 但是這裡又有謬誤 如果在第一次的快速測試入面 已經出現了陽性的結果 若然身邊沒有家人 那叫朋友過來幫忙做 那惹了朋友 那怎麼辦呢 他說完這些說話 一旦出現陽性 究竟是立即去急証室好 還是繼續在家中等朋友 或者等家人好呢 所以有很多市民都說到 醫管局的這番建議 就好像告訴大家 媽媽是女人一樣 而且還有反效果 因為聽完可能會做錯事 分分鐘聽了她說 惹了更加多的人 所以連政府專家許樹昌都看不過眼 就走出來說到 我不認同這位行政經理的說法 就說如果快速測試呈現陽性的話 市民都應該留在家中 不過就不是醫管局所說的等朋友來 而是聯絡衛生防護中心 因為等到衛生防護中心安排 市民才可以決定下一步是怎麼做的 就例如說需要再檢測多次 或者是入住一些隔開的設施 其實這位醫管局的總行政經理 可能他自己都不是很清楚 現在政府公立醫院的情況 就在昨天我們初七的人日 超過600宗的中招個案裡面 就包括有17名的醫護人員 而這17名的醫護人員 是分佈在10間的醫院 而這10間的醫院全部都是公立醫院 可想而知 現在公立醫院的情況都不樂觀 連專業的醫護人員都有可能感染 你還說一句這樣的說話 來增加這些公營醫院的龐大壓力 這10間醫院裡面 當中的伊麗莎白醫院 裡面的深切治療部已經是重災區 除了中招的醫護之餘 還有其他的醫護是密切接觸者 就需要特別的觀察 所以說到在這個時候 最重要的就不是立即去到急症7求診 而是各位發現自己的快速測試 就是陽性的市民 最重要就是保持鎮定 然後打電話給衛生防護中心 因為現在的病情已經到了一個非常嚴重的時候 連平時我們每天打開電視機 都會看到張竹君醫生 就在記者會上說到這個病情的情況 但是昨天張竹君醫生在記者會上就說到 政府就不再公佈每一宗個案的詳情了 因為數量已經是多到 講這些詳情已經毫無意義了 不過政府也會繼續公佈 究竟還有什麼大廈是需要來強檢的 以往我們聽到每一宗個案 都會有個案件編號 或者給它一個名字叫什麼什麼群組 甚至是拆解一下這個群組的來龍去脈 究竟源頭是出自哪裡 然後又會發展到第幾代以上的資料 就不會再在張竹君醫生的記者會上來公佈了 就好像一個例子一樣 在昨天晚上屯門的梁景村梁潔樓 就真的不方不潔了 一次過竟然發現有50人是初步陽性的 所以張竹君醫生說到 不會就著每一宗個案去公佈那個詳情 其實我們都理解而且是合理的 難道梁景村的50人中招個案 還要每一個個案 去覆述一次個案的源頭嗎 而這種情況在未來這幾天 都很有可能繼續會在我們香港發生 所以來到今天這一步 政府就很應該是痛定思痛 重新這樣去檢視一次 我們香港現在的防病措施 究竟是不是還能夠支持我們呢 繼續抗病下去 除了我們新潮民之外 其實有很多的有色知識 這年幾兩年以來 都為政府去提供很多意見 就例如年幾前 大家都有聽說過 何律師也有提過三部曲 那時候已經叫政府 盡快實施全民的檢測 因為只有全民的檢測 長痛不如短痛這樣做 你才可以在短時間內 盡快地找到所有的源頭出來 所有的個案出來 如果政府真的覺得這件事 是力有不遞的話 現在也不是請強的時候 而是要請求援助的時候 有很多市民都說到 希望政府如果搞不定 就向祖國求援 遠鏡不說我們就說過年前 在深圳也有小區爆發 還不止一個 結果深圳是全市做了一次全民的檢測 整個深圳市有千多萬人 人口就像我們香港的兩倍 結果深圳市是多少天完成了這個全民檢測 是兩天就已經可以完成了 如果特首向深圳市方面 或者向廣東省方面 來到求援的話 念著同胞之情 難道別人不幫你嗎 現在深圳市那邊 經過兩天的全民檢測 檢測員那怎麼辦 就是繼續生活 過年又可以繼續拜年 還笑口常開 笑口就不用等到檢測的時候才離開 其次就是年多前 已經有很多人叫政府 盡快出一個禁足令 就好像何律師都經常提 現在我們看到 我們今次過年 有這麼多宗的案件走出來 就是因為大家 沒有在過年的期間 乖乖地留在家 結果到處走 到處去拜年 吃團年飯 甚至乎去拜神 結果就導致到今時今日 這麼多宗個案 如果政府是覺得 靠市民的自律 才可以切斷傳播鏈的話 那真的只可以說一句 太天真了 其實相信不止我們新潮民 還有很多朋友 都會說過類似的意見 還要是過年前說的 希望政府趁著過年之前 來做一次全民的檢測 甚至乎去到 出一個禁足令 親住過年的幾天紅日 大家都要停市 停工 停學 但是結果政府沒有這樣做 就錯過了這幾天的黃金機會 相信如果過年那幾天 年初一 二 三 政府願意這樣做的話 都不用現在大家做初八 還是年初四 還有一件事 政府都必須要正視 就是我們在追蹤源頭上的問題 現在我們所用的安心出行 基本上經由我們這麼多正常人去使用了這麼久的階段 都會已經很肯定地可以跟政府說一句 沒有追蹤功能 這個安心出行就形同虛設了 因為這個是一個大漏洞 政府要大家安心出行 又要進入某些場所的時候 必須要使用 但是這個APP 又不需要實名登記 又沒有即時的追蹤功能 那怎麼可以迅速地找到源頭呢 現在每天這麼多單的個案 都還有一部分是找不到源頭的 是源頭不明 這樣怎麼可以徹底地切斷傳播鏈呢 況且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現在事實都證明了 我們內地的動態清零 是一個非常之成功的做法 但是我們香港偏偏有些別有用心的人 是要出來附和那些與病共存的理念 其實這些與病共存的理念 你打開外國新聞看一看 都知道全部都行不通的了 行得通的 英美外國他們那些地方早就清零了 所以新華社和人民日報連續兩天都發表評論 就說到香港是需要堅持動態清零的方向 而且都明確這樣說了 如果想和內地去實施通關的話 就必須要把這個動態清零做好 如果是政府裡面有些人 都還是對這個動態清零有所質疑 或者是有說話說 不想我們香港實行動態清零的防病方式 這個人就一定是不想我們和內地通關的 所以現在香港已經來到這個地步了 如果我們還不遮盡內地的經驗 來到去全力抗病的話 到時候我們香港就不是說躺平了 是一躺不起 現在就為大家報道北京東澳搞得空前盛況 多國盛讚的時候 對中國為敵的西方世界 卻想扭盡錄飲地描剋中國 當然事實勝於紅變 他們的抹黑就彷彿變得好像潑虎馬街那樣 荒謬絕倫 但是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到 現在西方世界為了敵對中國 他們有多不顧一切 而北京東澳的空前盛況不僅僅是一個運動會 國際城市搞得很簡單 其實背後是伸延了很多 中國在年輕人意識形態 潮流上的進步 新興經濟的進步 國際的地位 以至到外交的戰略都走上了一大步 新潮民就會起 除了連日來一直陪大家一起看北京東澳的賽果之外 就會跟大家一起分析 這種種北京東澳成功衍生出來的因素 先說說外國的記者想盡辦法扭進錄音的抹黑 因為其實荒謬得來都非常好笑 所以開始和大家作為頭盤講一講都挺有趣 英國的路透社記者叫做Mari Saito 她是一個日本女兒 她就在北京東澳的場館 在享受我們中國的閉環式管理 但是她卻指到像這些閉環式管理 當日東京奧運的時候日本我們也有做到 她是日本女兒 所以她說是我們 但是還沒去到中國這樣的程度 中國的抗病就好像去了一個超然超現實的世界 每個人都帶了防病措施 全身帶了甲 每個臉總有一個面罩的情況非常詭異 防病好像反烏托邦那樣 甚至在倒酒的人想去buffet那裡吃個朱古力瀑布 serve他那個人 全部都帶了罩 穿了護具 她就說這些是詭異情況 超現實的說 但是網民就很精明 包括日本人 本國自己的人都不支持她的言論 都說她的言論可笑 叫她小心點用字 叫她小心點用字的原因就是 第一 不是親英的記者就可以胡說話 不是身為日本女兒就可以胡說話 網民就說她說到超現實 英美世界才是超現實 難道中國每天為了提防好像英美世界那樣 每天走幾千人 這樣叫做反烏托邦 英美世界才是真真正正的反烏托邦 而且叫她小心用字 說人家詭異 說人家超現實的時候 看看全世界的輿論是怎麼說的 來自世界各地的運動員都盛贊我們中國的閉環值管理 因為所有運動員只有兩個目標 一個就是來到中國參加北京東奧 希望可以拿獎牌 第二個就是大家無病無痛可以回到自己本國 而這件事在兩大願望中國已經幫她滿足了第一個 其他就是靠她自己 拿不拿獎牌就靠自己的表現 當然這位英國路透社記者日本妹媽里就說 其實如果以中國的政策來講 他們想清零 他們這樣做也無可口非 不用你來講些持平說話 基本上無論是讚是譚 你都是沒有這樣的資格 你只有乖乖地如實地去報道 這個就是你必須要做的事 但是很可惜你們這些英美媒體是永遠不會做得到的 跟英美媒體工作的人都壞了 中國的閉環系統是一個非常有人性化的系統 跟全世界甚至我們香港用的閉環系統是不同的 中國現在北京東奧用的閉環系統是由一個個大泡泡小泡泡組成 每一個泡泡都是一個人性化的生活圈 因為現在上演的北京東奧涉及的是有過萬的運動員 官員 僱員 還有嘉賓 而且也有大量的工作人員和義工 照顧數以萬計的人一定要設計一個照顧不同人的生活圈 當中包括運動場 會議中心 酒店 搭車 道路 鐵路等等 而當中需要具備大量的AI人工智能系統 來保持科技高端和抗病清零 不同人都有他們自己的職責 有他們出現在北京東奧會場的目的 有工作 有政治人 官員 有外交人員 有運動員 有團隊教練等等 全部人都有不同的生活 閉環系統裡面一個個泡泡就是為他們量身訂造的人性化生活圈 但又可以環環相扣 但又會不造成不必要的重疊來使病情擴散 互相交叉來中招 只是運動員每次出入場館場地 他們由離開酒店到上車乘坐高鐵到場館 所有過程 很多運動員都用自己的直播播出 例如美國的運動員都直播出自己進出場館 進出酒店的過程 沿途他們說感動落淚 因為沿途一眾的義工和工作人員都非常禮貌 非常親善 考慮到現在中美的敵對情況 美國運動員說 看到中國人的友善面孔 每每每都用英文來歡迎他們來到北京東奧 他們真的非常慚愧 令他們落淚 但是那些外媒又怎會這麼簡單 尤其是帶有目的來的外媒 可以說到他們的心已經黑了 就不斷製作一些老屈的新聞 可能這就是他們來北京東奧的目的 就是一件事最近都炒熱烘烘的 就是一個荷蘭公共電台的記者 他的名字叫鄧達斯 其實已經長期住在北京那裡 說到不了解我們的國情 相信怎樣都說不過去 但是偏偏這個駐北京的記者卻在事無大小 任何情況下都想完成自己所謂的任務 這個任務就是要找位抹黑中國 事緣在幾天前 在中國國家體育館外面 直播北京東奧開幕式的時間 他就等到這個機會 當時他就站在一個不能夠進行直播的位置上 但是他依然小理 就繼續開這個直播 可能這個就是他的安排 因為這樣的時間 就正如剛才所說 我們北京東奧是採取閉環泡泡的政策 就不論到你亂來 說到想在哪裡開直播就開直播 這個荷蘭記者明明知道規矩 他依然這樣做 當然我們北京東奧會場裡的義工 看到這樣的情況就立刻阻止 就像這幅圖一樣 當時義工們理得他是不是在做直播 總之你違反了規矩 就要上前來阻止你 尤其這個記者 簡易視病情如無物 連一個罩在身上都沒有 更何況是帶著罩說 所以義工看到這樣的情況就立即請他離開 但是偏偏這個記者在開直播的時候 所有的畫面就直接傳播在荷蘭那邊 當時這個荷蘭公共電台的總部也有人來接應這個直播 這個人就是那個女主播 當然他就在荷蘭那邊 就彷彿兩個人配合去做一場大戲 說到打壓他們的新聞自由 說到這個就是中國的現實 終於被他們報導 直播出世界無法賴 對 但是偏偏他們就不說一下自己怎樣違規法 其實這個義工在直播期間 也都用普通話來向這位荷蘭記者轉述 他已經犯了規 在一個不適合做直播的位置做直播請他離開 但是偏偏這些人當然要禮還折曲 尤其是這些西方媒體 因為他的受眾根本不懂得聽普通話 所以就被他們成功腦屈到 中國是有些不見得光的東西被他們直播 因此急急要請人來讓他們離開 這件事爆出來之後 除了那些有心的西方媒體不斷腦屈之外 那些黃媒還如獲至寶一樣 紛紛都以大致標題說到 中國人權情況的問題 中國怎樣打壓記者 而自從獨國撿了一盒之後 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些之前看似比較正常的媒體 為了彌補這個黃人市場吸收多些客戶的關係 就竟然在報導這宗新聞的時候 直接拿了一些西方媒體的觀點 就不作解釋事情的因由怎樣發生 其實我們從這條片段裡面可以看到 這個記者在隔了不夠幾分鐘之後 他依然是繼續直播 不過他是被請離開原本的位置 而站到大約10米開外 可以讓大會容許去直播的地方 繼續進行直播 但偏偏這些人就不會說 不過既然這個是直播 新潮民在這裡教一下你 因為我們經常做直播 下次想腦屈的話 就關一關原本的直播 隔一兩小時 演戲要做全套 你既然假裝被人打壓 就不要在幾分鐘之後繼續直播 關於澄清這件事 其實也不用我們中國出手 國際奧委會那邊已經說到 今次只有一件個別的事件 就說到因為現場的義工過份熱心 才會中途集停這個直播 請他離開 其實我跟他解釋也浪費氣 因為這個駐北京的荷蘭記者 其實他是故意聽不明白普通話的 從變段裡我們可以看到 他都自己拿普通話 來應對現場的義工 當然這些人帶著一個目的來的時候 當然是影帝上身 所以說到西方用到無所不用其極的方法 怎樣都要去抹黑我們北京的東奧 這件事就可以看得出 即使是被大會認可的記者 其實都不是這麼乾淨 除此之外 各大西方媒體也有不同種類的抹黑 例如說 大家知道在我們點火具儀式上 有一位新疆的運動員叫做迪尼格爾伊拉穆剛 能夠代表北京東奧 代表中國點火具 這個神聖的任務可以說是人生的代表作 所有人不生的心願 但是美國駐聯合國的大使Linda Thomas 這個綠地 她的姓是綠地 所以我叫她綠地 對著CNN說這個分明就是中國用來分散大家注意力的招式 大家千萬不要中計 因為現在新疆正正是水深火熱當中 現在中國正在很大力地打擊新疆維吾爾族人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中計 所有東西證據確鑿 就像潑庫罵街那樣 不停強調 但是卻拿不出任何證據 除了荒謬之外 其實都非常可笑 可見他們的西方世界是幾個沒辦法 另外英國記者又贊文 贊文說現在北京東奧是奧運歷史中 一個最不公平的運動會 為什麼他這麼說 全世界都飽受病情的煎熬的時候 只有中國搞得好 中國準備充足的時候 全世界運動員很不行的時候 又怎麼會有一個公平的比賽 那就說得非常好笑 那就是你變相間接賺了中國的抗病是怎樣的 不是的 拜登說要教中國怎麼抗病的 那你變相間接踩下自己國家或自己國家抗病是完全不力 一點效用都沒有 如果難以禮橫折曲來到山安白做的話 有些人就選擇用這個兜了 什麼是用兜呢 就是當自己國家的運動員盛讚中國的北京東奧設施 盛讚他們運動員的待遇 玩得很開心的時候 美國的Nancy Pelosi就說到 你可知我們的運動員 其實他們全部都看中國不順眼 他們都很想表達中國的不義行為 表達他們的政治訴求 被國際聽到 但是Nancy Pelosi說我跟他們說你千萬不要這樣做 你還要玩得很投入 享受他們的設施 然後要勝賺 你賺少一句 你人生安全都受威脅 如果在中國的話 還有你的家人如果去到 都不知道他們用什麼手段對家人 所以Nancy Pelosi說我很苦口婆心 勸我的運動員 一定要放棄表達自己的政治訴求 放棄為正義說話 要去到假扮享受北京東奧 這樣才是安全 這樣來鬥發都行 Nancy Pelosi還說 為什麼我們美國帶頭要抵制北京東奧 但是白宮那邊 卻在運動員出營的時候 就在白宮亮起紅白藍的燈光 來表示支持運動員 還有 大家都知道 其實中國也批了很多Visa 讓美國除了運動團隊之外 其實也有些官員隨行 來跟那些運動員一起來到北京會場上 但是他們說 我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雖然我們美國就為正義帶頭抵制北京東奧 但問題是我們愛我們的運動員 我們太愛他們了 我不想他們訓練了一生人的心血 沒地方施展 所以Nancy Pelosi說 為了我們運動員 我們才容許他們這次參加北京東奧的比賽 你看看我們美國多偉大 多無私 真的聽到也想吐 但是我們從這些事情看到 西方世界是真的想盡百發 已經完全沒有任何理據 完全沒有任何美感 這樣硬來指罵和敵視中國了 稍微有些報道員 如實地報導北京東奧的情況 都不行 都被人說 你是不是收了中國錢 你是不是為中國效勞 例如美國的NBC報道員 純粹報導北京在點火具儀式上 派出新疆運動員很明顯就是給全世界人一個message 告訴全世界人中國的態度和回應 他純粹報導這件事 都被人說 你為什麼不乘機插中國兩句 你是不是收了他的錢 糟糕了 我們又多了一個親共的二五仔報道員 即是不偏頗報導是不行的 例如美國的運動員 你知道運動員很率直 美國運動員在運動場館出出入入的時候 就稱讚那些工作人員和義工很友善 還用僅有的英文跟他們溝通 令到他們每次想起的音樂 在電話裡看他們拍攝的片段都會感動落淚 感動落淚的時候就要抱著一些軟綿綿的東西 就抱著這個冰噹噹 這些片段在美國是被美國人大罵的 如果放上社交平台 還有剛剛在北京的游泳中心的冰立方 本來叫水立方 現在變成冰立方 我們中國對美國的運傷其實是輸了5比7的 輸了給美國 但是我們中國運動員都很有風度 上前跟美國運動員說祝賀他們 希望他們下一場再玩好些 還有這次的比賽他們獲益良多 美國運動員非常感動 而且還互送徽章 我們中國就送這個冰噹噹徽章給他們 他們就送美國徽章給他們 大家一起合照 還勝贊中國運動員是酷傑 很有好的意思 而這些在中美鬥爭底下的運動員 放開政治的包袱 以武會友一起享受運動精神 確實是非常難得 令到日本都非常羨慕 日本的電視台也有報導 兩方運動員的友好合照的場面 也盛讚運動精神 相信日本其實很羨慕 我也想像他們那樣 不過可惜我簽了投名狀 一定要盲撐美國 沒辦法 這次的北京東奧也有明星運動員出來 有兩位本身是中美運血儀的冰相運動員就為中國出賽 第一位就是冰球門將周家英 第二位就是自由式滑雪冠軍 谷外寧 冰球門將周家英的造型非常突出 還沒說他的表現 只是造型都夠了 左右手護具和兩雙腳的護具 四條龍在身上 鮮紅色的盔甲 再加頭上一個老虎頭盔 再有中國萬里長城的圖騰在上面 就是中國隊的冰球門將 為我們中國隊撲出了很多關鍵的射球 話說戰況非常激烈 日本隊贏了歐洲的強國瑞典 而中國隊也贏了歐洲的丹麥 導致中日兩隊球隊來練過 中日之爭向來都是世界的重點 向來都是兩國人非常關注 因為中日之爭還有另一場意義 而日本在這個冰球上 女子冰球不是弱的 但是今時今日我們中國也不是以前的中國 連帶我們的冰球女將都人才兒子 冰球門將周家英撲出了很多日本的關鍵性的射球 令到我們中國隊贏了日本晉升八強 冰球門將周家英是中美運血兒 他媽媽就是西安交大的籃球隊員 所以他遺傳了他媽媽的運動神經 而他父親也很厲害 他父親也是一個冰球的門將 所以自小就對冰球有濃厚的興趣 和家庭的分圖下令他愛上了這個運動 自從在少年時期 家裡買他一套冰球的套裝的時候 他就愛不惜手 踏上了冰球之路 新聞會報導這位冰球門將周家英Kimberly說他放棄了本來應該有的金融行業金融分析師的大位 說他本來在美國名校Prinson U畢業 本來是很大好前景 不過我想告訴大家不要再用這些角度來報導新聞 只顯得我們落後 其實在外國如果他運動是發揮得臨漓盡致又玩得開心 其實很多人都會選擇繼續玩運動事業 而不去選擇做金融分析師 因為很多人都不想做金融分析師 都會覺得這個工作很沉悶和很死板 並不是一個開心的人生 這是一個國際的觀點 如果大家還是覺得放棄帶好金融分析師去做運動員 就好像一件大事一樣 只顯得我們思想更好落後 同樣的報導觀點又可以推到第二位明星 他也是一位中美雲血兒 選擇為我們中國出賽 他的名字叫Elene Gu 谷愛玲 他在九歲的時候已經是全美的自由式滑雪的冠軍 從九歲開始他已經拿獎拿到開行 獎牌無數 只是在北京東澳之前幾個月他都去不同的比賽 多拿了幾個獎牌 全部都是冠軍 我們叫做冠軍 簡直是帶著Winning Streak 長勝的紀錄來殺入北京的東澳 而這個谷愛玲特別的地方就是他本來已經是冠軍級人馬 他說在大量的國際賽事運動盛事早就已經名列前茅 而且他的身形和外貌也都非常出眾 已經是各大名牌子的無特兒工作接到手軟 本身已經很有名氣 為什麼會偽然選擇代表中國出賽 他就說到他15歲的時候已經決定了要為自己中國的血統而感到自豪 他是美國人同時也是中國人 所以美國比賽完之後他也要為中國比賽 美國那邊很多網民就知道 你這些叫反骨 你一生伎倆都是美國社會來培養給你的 現在你就調轉槍頭這樣說他 他的回應就是北京東澳是一個once in a lifetime 一生人只有一次的盛事機會 他是想藉著這次的運動希望可以以運動以武會友聯合 全人類一起享受運動精神 同時希望他能夠做一個例子 鼓動到少女們投身這個冰上運動自由式滑雪 還有可以啟發到女士都可以有一片成就 他還說希望打破國與國之間的隔膜 能夠藉著這次的運動項目匯聚人心 聽起來就很健康 但其實新潮民不想像在這裡潑冷水那樣 一會兒我有見解 還有我們特意做一些功課 告訴大家一輪我們的分析 但現在我們還說一下谷愛玲的背景資料 他擅長的運動就是自由式滑雪 還有這個U形場地的滑雪比賽 他在這兩樣東西都未嘗失守 都是贏到開行的 接下來2月8日、2月14日和2月18日都相繼有他的比賽日 有他的比賽出場機會 2月8日就是大跳台 2月14日情人節就是波面障礙技巧 而去到2月18日就是他最擅長的U形場地的自由式滑雪 谷愛玲除了說英文之外 也懂得說一口流利的普通話 可以說得是早就已經有心在中國社會發展 認同自己是一個中國人 如果不是怎會這麼多年來練普通話 這位谷愛玲獲得美國名牌大學Stanford的學籍 但是他選擇因為要操冰償運動所以偽然選擇 遲幾年才回大學 對很多華人社會的家長來說覺得很大的犧牲 很大件事 其實不是 在美國社會甚至在世界各地這個行為都是很普遍 如果他運動有成就或者自己有抱負的時候 不妨才把握有限的青春來一展自己的所長 之後才入學 入學可以隨時入 包括他的名氣隨時都可以入 入學不是大了 反而參加北京東奧一展所長 完成人生的夢想 其實這些在國際標準才是對人家最健康的東西 所以如果覺得一個人需要磨走自己個人的性格 個人的長處磨走自己的夢想 來到千方百計進入一些所謂名牌大學 做黑板的書然後做黑板的工作什麼金融分析師那些 其實這些在現代社會 在一線的世界一線的國家是一些非常不健康非常落後的思想 但是運動員就始終是運動員 我自己個人覺得第一 第一這位谷愛玲只不過是一個十八歲的小女孩 運動就是一樣有規有矩 而且只要你鍛鍊就會有相應效果和結果和會進步的一件事 當然也要根據個人的天分 但是運動思維就不代表政治思維 也不代表經濟思維 運動思維就還運動思維 其實運動員就不應該說太多政治 當我打開谷愛玲的profile一看的時候 他其實在美國是不斷地很強調 而且經常為女權主義發聲 為性別平等待遇發聲 以及甚至在美國之前有動亂分子 就是黑人關理事組織 他也是為他們發聲的 就是說他的思想在美國來說是偏拜登那裡比較偏左的 他也說得很清楚 說希望藉著他自己來做一個偶像 來鼓動人心 來推舉一些他自己相信的東西 但是不如問一下他怎麼看美國的霸權伸展 美國的霸權在這個世界各行各業遍佈了多少個界別 又或者美國一直以來利用自己軍事優勢在全世界設基地 然後拿這些軍事基地來安插世界不同國家不同的角色 要他們世世代代為美國效勞 這件事他懂不懂看 他明白嗎 甚至他知不知道有這些東西 如果他不知道的時候 那說什麼國與國之間匯聚人心 打好關係 透過運動精神來建立這個大同世界 會不會太過分天真而妄顧現實 其實拜登那邊就很喜歡玩這些東西 因為說這些就是烏托邦道德高地 如果你違反道德高地的言論 你就是邪惡 那就掩惡化你 但是這些道德高地其實要來探人民投票 探人民脫離現實 美國底裏做的那一套 被全世界都肯立 我們中國現在就多了這兩位運動員猛將 但是若然這兩位運動員猛將 畢竟他們都是在美國的社會培育出來的時候 當他們是代表了冰上運動 而冰上運動也是來中國新一輪的潮流的時候 很多年輕人都開始想參與冰上運動的這種精神 和這個lifestyle的時候 視他們兩個為偶像 而他們有一天在公開的媒體 說了一些屬於美國左派的言論 和一些意識形態的時候 慢慢影響了人的思想 那絕對不是一件好事 那絕對是一件令人心惑亂的事 而這些運動員其實是他們自己不知道的 他們好心做壞事 因為他們單純嘛 國與國之間 貿易戰 經濟戰 軍事戰 情報戰 這些他們哪裡懂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運動員做好運動的角色 推舉這個潮流 推舉這個運動 政治 人心 什麼女權 性別平權 什麼小眾權這些 其實真的不應該說太多 那這位谷愛玲也很懂事 他也說習主席的說話 就說他推舉這個運動的原因來到中國 因為響應的習主席 接下來想發展的中國三億人的新興冰上運動的產業 還說主席的說話 可見他擺明有備而來要進入中國的大市場 希望進來推舉運動還推舉日運動 希望他好事為之 要介紹的就是除了兩位氣暗投名的運血儀運動員之外 就要介紹北京東澳的第一大明星 究竟是哪位呢 就是萬眾期待 以及受全世界歡迎的冰噸噸 冰噸噸有關的所有禮物 都差不多 都是貨架兇兇的 不過美國就是搶兇 中國就是買兇 大量的運動員都有多少買多少 甚至有很多運動員的那些卒席 單純的運動員少女已經變成冰噸噸的粉絲 冰噸噸是一個可愛的卡通藝術品 但是我想在這裡為大家介紹 另一個我們中國非常有代表特色的藝術品 就是當運動員領獎的時候有獻花的橫戰 這些花我們中國並沒有用到鮮花 反而我們這次是用湧線編織的藝術 來做湧線編織出來的藝術花 是可以長久地放棄家裡之餘 也可以貼合環保 我們中國的湧線編織藝術 要說就是要數到百多年前在歐洲傳入 但是結合了我們中國的成結藝術 令到編織的花款多樣化了很多 不過這些可以以假亂真的湧線編織花 是發動了我們中國幾大重要城市 北京上海、江蘇、天津、浙江等的主要城市的湧線編織社團 日以繼夜總共用了數以萬計的小時來完成 運動會所需要提供給運動員的花 只是一塊花瓣都要織20分鐘 每一朵花都是人工手工製造 可以說是我們中國藝術的體現之餘 也顯出我們中國人的誠意 同時將我們的文化弘揚國際 大家不用擔心 這個湧線編織的技術其實早已立入了我們國家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是受到重視的 剛剛說到國家主席習近平說到要開發這個冰相運動經濟 是說讓我們全國有數以三億計的人來投入冰相運動這件事 變成一個新的產業鏈 冰相運動在這個世界就顧名思義在那些落雪國家才可以玩的 例如北歐、美國、加拿大、甚至俄羅斯等等 而我們中國以東北地方、哈爾濱、長春那些地方為主 但是自從這次在北京搞北京東澳 以北京來帶頭來開發室內場館 推廣冰相運動是絕對有一呼百應的作用 而這個也是我們國家接下來的一個推廣冰相運動產業 帶起經濟的一個策略 就是以北京來帶頭 之後張家口、東北地方甚至大江南北都可以開始冰相運動的室內運動場 來推廣冰相運動 除了提高我們國家在這方面的競技能力之外 也可以將這件事變成一個產業 冰相運動不只是運動產業這麼簡單 還有很多年代的產業 旅遊、消費等等 可以帶起張家口、東北甚至新疆西北等地的經濟 也可以打破冰相運動、北盡山海關的這個觀念 而除此之外其實我們這次北京東澳 可知我們的會場全部都是在走綠色能源、全電的設施 這件事在世界的奧運來說是首次是我們中國能夠做得到 而除此之外裏面也配備大量的人工智能、數位科技的技術在裡面 集合了高科技和環保能源於一身 這件事中國是做給全世界看 也告訴全世界 只要和中國一起合作做生意 搞一帶一路的時候 中國會將這些技術和全世界一起分享 所以難怪美國人看得這麼眼紅 如果站在美國人的立場隨時看得眼火爆 拜登不愧是一個久經沙場多年經驗的政治人 因為若然少一些經驗都要不小心激到爆創 預計這次藉著北京東澳的各種設施和場館 能夠帶起這個新興的經濟產業為及多個城市 也都令到冰上運動這件事不避西方世界獨尊 只希望俄羅斯不要喝醋 因為我們中國其實有好幾樣近來的發展 都取代了俄羅斯在世界領導地位 現在連冰上運動這件事也有了 其實俄羅斯還出產一些世界有領導地位的東西 例如西伯利亞的魚子賬等等 本來俄羅斯在這個市場上有獨當一面的位置 但是最近也被我們新興中國沉魚的魚子賬 能夠和他分庭抗禮 爭了他很多生意 有關這件事將來有機會再慢慢跟大家說 我想俄羅斯也很期待和中國的合作 就是這次來參加北京東澳也促成了中俄兩邊的雙邊會談 馬上下了一條天然氣管 西伯利亞二號來到中國 你知道和德國那邊做生意 和歐盟國家那邊做生意 搞輸氣管是多麼麻煩才可以 而我們中國這次藉著北京東澳這個空前盛況的國際城市 也在外交戰上獲益良多 七十國來支持北京的東澳 多國的元首都乘機這次和我們國家主席舉行雙邊的會談 就是說我們中國這次也借著這次的活動談了很多大雕 例如阿根廷的總統費爾蘭德斯還參觀我們國家的政黨紀念館 還在裡面大贊 果然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這麼好口 為了什麼 原來阿根廷總統就說 對這個一帶一路從來都非常有好處 乘著這次和習主席的會面 立刻就簽訂了這個一帶一路的諒解備忘錄 說過就是了 到時候也遇到我 另一邊摩洛哥的元首阿爾貝二世親王 就很享受我們中國招待他們的召喚 就做到好像我們中國古代的廟會那樣 他在玩麵粉公仔的時候就贏到一個冰噹噸 但是他就說他的室下就有雙胞胎 如果帶一個冰噸噸回去的時候 就怕第二個不高興 可不可以有兩個啊 那麼我們國家主席當然你這麼支持的時候一定會給面 我們中國人就一定是你敬我一尺 我敬你一仗 有來有往的 但是說到給面這件事 我們特首就比較有趣 話說這個世界就只有五眼國家 或者眼紅中國的發展對應到他們失敗的國家 怕自己沒有了這個世界領導地位的國家 就搞了一些所謂的外交抵制 不派官員來參加北京的東奧 有些國家就不敢反出面 就諸多理由地推堂 又說頭暈又說身慶 又說很忙 沒空 實在是沒事搞的 澳門特首和我們香港特首都相繼收到邀請 來到北京參與我們中國的一大城市 澳門賀一城就去了 但是我們香港特首林鄭月娥 她說到收到這個邀請就馬上拒絕了 不過因為說要留在香港來搞抗病 那麼這個世界什麼國家什麼官員才不給面不參加國際盛事 就是五眼國家 就是那些看中國不順眼的國家 說真的 身為香港的特首 如果這些時候都不避嫌的話 確是說不過去的 那這裡大家不如發揮一下新潮民和新潮民的觀眾 發揮一下大家的政治頭腦 究竟是收到中國的邀請 夠膽不給面不去 還是其實收到中國的邀請之後 暗地裡我們的領導人和我們的特首說 你自己懂得做吧 自己說說不空去 無謂令到大家難看 究竟是哪樣才真 特首的理由就是留在香港要抗病 我們新潮民就覺得其實林鄭特首 你不留在香港抗病就是最好的抗病政策 再之後的就是又是體育項目 這件事不說不行 事關就是我們中國的女足 這次真的威得盡 就在事隔16年之後再次民定亞洲之瘋 話說當這個觀眾的焦點全部都去了北京冬奧的時候 其實就在亞洲杯的決賽場地上 中國女足不斷上演一些熱血的場面 就以3比2的比數落後下贏了這個韓國女足 而奪得這個冠軍 說到這次中國女足之所以 除了拿到亞洲的冠軍之外 其實最令人值得注意的就是 這次女足不屈不撓的表現才是這次的重點 其實在中國女足打到入決賽之前 她的表現都已經是非常好的了 就在小組賽先以4比0贏了中國台北女足 再以7比0大勝伊朗女足提早出線進入準決賽 而就在四分一的決賽比賽裡面 中國在先落後越南一球的情況下 連追三球再次晉級 不過來到這個階段真正的挑戰就來到 就在半決賽的時間中國隊就遇上日本隊 老實來說以現時的階段在女足範疇來說 日本隊在技術上對著中國的女足是有優勢的 不過足球最有趣的地方就是 並不是說哪一隊的實力在佔有絕對優勢的情況下 就代表贏硬的 往往都出現了很多以弱性強 只要拼勁十足戰術用得得宜的時候 都會出現這些逆轉的結果 而中國女足就在和日本女足無論在實力又或者在比數上一直落後的情況下 中國隊也都兩度將比分斑平 帶到日本女足進入卸十二碼的階段 雖然日本隊在全場比賽裡面佔盡優勢 不過當日本隊以為把我們借了我們中國兩顆之後 就打算穩勝的情況下 我們中國女足依然憑著不屈不撓的鬥志進入兩球 最後就在十二碼的階段贏了日本隊進入決賽 當時日本隊的球員根本接受不了這個結果 全部都聲淚俱下 心想為什麼會這樣 明明我們領先兩球都可以讓中國贏回 我們實力比他好 沒有理由這樣 這些就是足球有魅力的地方 中國隊進入決賽之後他的對手又是誰呢 說這個對手更難搞 他就是韓國的女足 這個在賽前被譽為奪冠的大熱門韓國女足 他在對著中國女足的時候 單單在上半場就已經弄了中國隊兩顆 這個時候就讓中國女足當時都被打倒了 想著這次沒有了應該都輸了 而在這個時候中國女足的主教練他就叫水慶霞 這次他真的功不可沒 在反正都輸2比0的情況下 他就決定做出一個大膽的調整 一於跟韓國隊來個全攻營的戰術 反正都輸兩球就不要再守 因為去到決賽階段 你輸2比0也好 輸3比0也好 其實也沒什麼意義 輸就是輸的 不如放手一搏 說不定有奇蹟出現呢 所以說到韓國隊那麼強 其實我看過一些比賽片段 事實上來說 韓國的女足在對著中國女足的時候 大部分的時間都是佔據著絕對的優勢 無論是控球又或者射門的次數比起上來 韓國女足真的佔優 所以要在這個時間 中國女足要打逆境波追上來 可以說到是非常困難 少些鬥志都執行不了教練這個戰術 而我們中國女足真的很厲害 厲害的地方在於她不屈不撓的精神 以及永不放棄的態度 奇蹟就誕生了 在下半場的時候 中國女足追下就一球 追下又一球 就踢到2比2 當時來到原場 就只有保時的5分鐘 在大家都打和的情形底下 韓國女足就表現得無比招急 就想在原場之前射入奠定性一球 而我們中國女足也看中這個機會 在臨完場前剩下2分鐘的時間 就把握著韓國女足射門不進的這個時機 就立刻搶回球 就由後衛立即長傳 給前面的隊員 中國女足在這個時間都放手一搏 結果就以一個通透的直線傳球 撕破了韓國女足嚴密的防線 以及越位陷阱 一腳大力右腳的射門 清脆利落地 飛向左上角 就收死了韓國女足 大家要知道 距離原場就剩下分多鐘也不夠 這個時間其實已經在補時 就沒得再補下去 韓國隊的樣子 就由天堂被打入地獄 當然原無意外在一分多鐘過去之後 這個冠軍就正式宣佈到 亞洲之巔就屬於我們中國女足 由於中國女足一次又一次表演了 在落後的情形下 依然可以做到一個驚天的大逆轉 尤其面對著給他自己強的日本 以及韓國這兩個對手 所以整個故事十分勵志 很熱血的 因此這幾天中國女足就多了個新名 就叫做鏗槍玫瑰 由於無獨有偶地 中國藍竹也在近來面對著日本和越南這兩個對手 結果就令我們很失望 在這個世界杯外圍賽就正式說拜拜 所以女足對比藍竹這個差天共地的表現 就令到我們全國的國民都呼籲到中國藍竹 真的要向中國女足好好學習 尤其在精神和鬥志上面 即使是在不夠對手踢的情況下 都應該要表現一定的堅定鬥志 以及有一份未到最後一刻都不要放棄的精神 至少輸也要輸得有顏面 要說得過去 關於這個藍竹 為什麼搞到今時今日 由亞洲的尖指球隊淪圍到亞洲的三流球隊 連越南都打不贏 在這裏就不多加敘述了 真是有段時間說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到 就不像那些外媒又或者那些有心的黃媒 去帶風向說到什麼中國藍竹就是社會 尤其是我們中國社會的縮影 什麼不公平對待的縮影 以及中國體制的錯 又或者誇張點說什麼人種論 中國人團結 所以踢不成球的這些理論 這些全部都是廢話 實質上簡單來說 在本質上男子足球和女子足球是有很大的分別 分別就不在於是男人和女人的分別 而是男子足球在全世界來說 可以說到是體育運動裡面競爭最激烈的一環 它的商業投入 它的價值 它在參與的人數上 以及關注度都是世界最高的體育項目之一 而中國最缺少的就是大量的民眾 可以在高度發展經濟的情況下 轉頭足球有空踢球 又或者推她的子女多點踢球 學校搞多點清訓又或者聯賽 這些事情就很少人說 其實這件事情才制約著中國藍竹 不能夠發展成一個很球隊的基本層面 再加上現在我們中國就不流行說那些什麼 舉國體制的了 也就是體校的訓練體系我們中國都不盡量多用 一般來說都是在市場上面 在大眾層面上抽出一些精英 但偏偏這個時候中國踢球的自然人數又是最少 所以在兩套制度交疊的情況下 反而變成兩頭不到案 越南我們剛剛輸了給他 其實他就是用舉國體制的 也就是那些和媒整天老惹我們那些 其實就不是說沒有他的優點 不過這些事情都說得太遠了 有機會就另一集節目 跟大家詳細分析一下 中國足球的未來究竟是怎麼走的 今天我們的節目時間就到這裡 臨結束之前請分享 讚好留言訂閱新潮民的頻道 新潮民2.0頻道和我們的Facebook專頁 我們節目時間到這裡 拜拜